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,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不断问世 人工智能作为近些年的新技术,为机器人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此前,日本的一家科技公司就发明了一种虚拟机器人 它可以在平时跟你聊天,甚至还能在夜晚的时候和你谈情说爱 让一些日本宅男告别单身生活 日本发明的这种机器人被放置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容器中 外观看上去既有蓝色的绣发 身穿迷你裙和长腿丝袜,看上去十分可爱 据研究人员介绍,这个机器人具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还搭配了多种传感器和全息成像技术 不仅可以和人正常沟通,还能帮你查询一些生活技巧 与人聊天十分在行,在你上心的时候还能耐心安慰你 当然,作为智能产品,它可以控制家中所有的电器设备 毫不夸张地说,拥有了这款机器人 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全方位为你服务的保姆 甚至有不少人感叹到,这比娶一个老婆划算多了 这款机器人在售价方面2万元人民币左右 但是普通人估计是买不到了 因为这款产品全球只限量300个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未来的一些产品哦 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,分享 也可以关注我来及时获取每天新的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